好 那我们继续来观看资料 资料视觉化数据分析工具应用 第四个部分 这一节要跟各位 除了把刚刚这张图的趋势线画上去 我想再增加就是地图 连续性分析 同期比较等等这些观念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这张图 这张图其实我们 毕竟今天第一天 我先暂时不用过多的函数 可是这一张图 通常我们会把最后这两个月 也就是2022年的两个月 过滤掉 所以呢 怎么过滤 首先第一件事情 点选三选 然后请把这个年 年 进口日期二的年 设成小于2022 这个年 请设为小于2022 然后套用筛卷 这样子的话 2022年就不会成见 为什么呢 因为它只有两个月 大家都是12个月 只有它是两个月 好再做一次 就是本来 本来 这一个 资料 应该是有 2022年 有2022年 可是这个2022年只有两个月 不适合放在一起来跟大家做比较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通常会把最后这个两个月的这一个资料呢 来去拿掉 所以怎么样去呈现 比较简单的做法就是用筛选 所以请打开筛选 然后请在年 年这个地方 它这边是不是有年月日季 所以请选择年 小于小于2022 年的进阶筛选 小于2022 然后请点套用筛选 只要符合资料 它就会呈现 一天 咱就 呢 咱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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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